那何为真实之计 下面给我们个解释 正如廉池大肆 弥陀间苏朝当中 开口便道 灵民动辰 战机长恨 非主非亲 无悲无相 大哉真体 不可得耳思义的 其为自信 那么这就真实之计 这些话形容 这真心 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真心 灵 我们今天想反映 非常敏捷 明是智慧 动是动茶 确实彻底 究竟 这对什么 对 变法界续攻击 一切万法 自信 其作用啊 自信 自信本有点 自信本有点 清净 击灭 没有一个往里 那我们常常介绍给同学 提醒同学 自信是什么样子 不起心 不懂你 就是自信起作用 其心动念 是阿赖耶起作用 阿赖耶是密耶 我不用我心 我用真心 真心是救 半救 自救 灵敏动辞 占己 偿恨 他起作用 就是大局 下面还是形容 这两句话 非主 非亲 着实人 情是亲近 他永远 没有任务 没有 慧能大事 坚信 头一句话告诉我们 何其自信 本自亲近 那个亲近 就是此地 非主 非亲 主跟亲是相对的 没有主 拿来的亲 没有亲 拿来的主 它是相对的 自信里头 找不到一法 是相对的 没有 所以他也没有背 也没有想 他是一体 所以 无佛 也无众生 佛是觉 众生是迷 自信 清净心里头 没有迷雾 他在那里 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那是真心 佛 完全 明白了 为什么 所有障碍 他全放下了 我们今天 障碍放不下 所以 没有见到真相 我们要 努力 去放下 放下之后 真相 大佩 谢谢大家